各位亲友们,各位障碑们,我是金慧,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坑这个疫区,我向大家汇报一下,目前我们整个湖泊,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,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吃,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? 就是一个人,传染之后,如果说他没有被优效的隔离的话,或者说进行优效的资料的话,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,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,现在正值纯洁家气之际,天南地玻璃,亲戚朋友,子女,都往家里干,都是为了和家团圆, 在一起,气一顿,判年番,现在情况特殊,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,不要聚会,不要聚传,纯洁年年幼,只要忍平安, 大家都可以随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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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,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湖泊生,医疗物质情况, 现在武汉市,整个医疗系统,及胡博森林,整个医疗系统,都已经约过了我们的商级,危机卫,及各个行政部门,市政府,深政府,透过各大媒体, 在上社会,法器,五字母卷,这个五字,是医疗物质,比如说我现在戴了护目镜,戴了一次性的扣罩,戴了一次性的收套,身上穿的这个隔离衣,甚至是隔离裤, 这个五字,特别精确,我们现在的医护人员,凡是从临床下来的,现在全部都有重新上了医线,我现在相关于就是在货线上,给大家录这个录像,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精确,我再强调一次,春节放假期间, 不要出门,就自己在自己屋里待着,要不然,我在前方平民,是为了什么,我就是为了让我的妈,我的情人,他们健康,希望大家能够理解,我也知道,有些亲戚不在群里面, 亲看到我这个消息的人,相互打电话,相互通知,一定要做到,我希望大家能够提高人生,这是一个政治任务, 而且报告一个大家一个哼不耗的一个消息,这个新型冠状病毒,已经发生第二代变异了,也就是说,在第一代变异的时候,我们可以对症治疗, 那么在发生第二代变异的时候,这是要命的,那他的感染机率就不是一个人传染,一个人得伤的这种病,传染身边14个人,那么他是请包发心智的,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,不要出门,不要窜门,不要集会,不要聚餐,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